大多数人喜欢以别人为参照物,来检验自己的成果如何,其实我们自己才是衡量成就的标识。 无论谁走在你前面,或者你走在谁前面,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静下来问问自己,我距离自己心中的目标还有多远? 离局竖经随上下,无心整理任他黄,后先不与石花静,自吐霜中一段香。 我解释这句话为,菊花不与石花争齐豆业,比作修道人道业成就, 即自吐霜中一段香,与人无争于事无求,真正可以做到,修道人目标只有一个, 求生净土,其他均非所要,自然有一段清香,佛家修行是修自身, 只要明白了这一点,便是修行中的开悟。 在新的寺院落成后,老和尚告诫小和尚,要自己动手塑造佛像。 小和尚问老和尚,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佛像照着塑? 老和尚说,不,照着自己的模样塑就行。 小和尚不解地说,师父可以,我可不行。 老和尚笑道,这样吧,我照你塑,你照我塑。 小和尚不明白,老和尚又道,心表如一,言行一致地把自己当成佛。 肃成佛,自己就成了名正言顺,心安理得的佛。 你我的德行和模样都可以肃成佛。 世界上还不平添许多向往成佛,可以成佛之人吗? 无论哪尊佛,当初也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而已。 他们是因为用心地去修行,才一步步把自己塑成佛的。 自己心中的画像心像,往往就是自己的外在形象。 所以当我们在心里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往往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敬业。 只要真诚修行,一心向善,终成正果。 哲学上说透过现象看本质,佛学认为一切凡尘俗事都会成为修行的账业。 善加修持也可以成为助缘。 其实无论出家还是在俗事,我们都要保持一颗灵慧的心,都要学会通过一切迹象洞悉事物的本质。 印光大师曾教化僧众,如信心颇深,但好张乐极好游,好结交。 实为修行一大仗,其尘前度没,则其意无量。 戒之,博也对此观点深信不疑。 信心颇深是好现象。 此生脱离轮回往生净土的好因缘。 但有障碍,障碍极好张乐。 好游玩,好交朋友。 这是修行的大忌,把不必要的应酬统统放弃。 喜欢场面,喜欢行事热闹,与实际修行没有好处。 因因以为戒。 修佛人开始弟子无处不在。 他们会从一件小事中叫弟子洞悉事物的本真原貌。 有一次佛陀和他的侍者在远行的中途停下来歇息。 佛陀饥渴难耐对侍者说, 我们刚才好像经过了一条小河, 你去取些水来解渴。 侍者拿着容器很快就来到了小河边。 但很巧合不远处的一对商人, 骑着马从小河里挤驰而过。 溪水顿时变得浑浊不堪。 于是试着转身回去对佛陀说, 我正准备盛水的时候, 不巧一对商人骑马从河水中践踏而过。 溪水被弄脏了不能喝了。 据我所知, 前面不远就有一条小河, 河水非常清澈, 而且离我们这里也不是很远。 如果我们现在起身的话, 两个时辰就能赶到那里。 佛陀生气地说, 我们离这条小河很近, 更重要的是我现在口渴难耐, 为什么还要再走两个时辰的路去找水呢? 再说也许你这次去会有不同的收获呢。 试着满脸不悦地拿着容器又朝小河走去, 并在心里不停地低谷。 刚才我明明看见水那么脏, 根本就不能喝, 现在又让我去。 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 可是当她再次来到小河边的时候, 却发现河水那么清澈、纯净, 泥沙早已不见了。 当事情的最终结果还未知的情况下, 不要急着下结论, 人的双眼没法与真理抗衡, 有时候亲眼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 更何况世上的事时时刻刻都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因此要多一份耐心等待和观察, 而不是过早地贴上标签打上烙印, 以免留下遗憾和悔恨, 以为正走向幸福之路, 其实是踏上了迷途, 人们误入迷途, 只是因为原来那颗聪颖无暇的心被贪心掩盖了, 以至于失去了辨别能力, 只有不起贪念, 保持自己的无暇之心, 才能看清通往幸福的路。 我讲解《观无量寿佛经》这一经本时, 曾用一句话来解答人们对烦恼二字的提问, 无忧恼处我当往生, 不乐严幅提着恶事也, 大师云, 此文是《观无量寿佛经》中, 佛为为提西夫人所说的, 她觉悟了, 她亲眼看见的, 当时她遭遇家庭变故, 痛不欲生, 求释迦牟尼佛替她找一个安身之处, 不愿再住在这个世界, 佛很慈悲, 并没有给她介绍一个地方, 而是把十方诸佛世界, 以佛的神力变现在她跟前, 她看来看去, 觉得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最好的地方, 请佛帮助她生到极乐世界, 不愿意再待在这个娑婆世界, 为提西夫人此种举动, 是警惕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留恋娑婆世界的人, 有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他们内心想要的, 他们只是受了外界的迷惑, 置身于暂时的烦恼而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大师讲经并非要每个人都气势出家, 只是教化众生如何看破世间烦恼, 如何回归真我, 吴德产师受了很多年轻的学僧, 并告诫他们必须把所有的俗念忘掉, 做到色身交予常驻, 性命赴给龙天, 否则山门是不会容纳他们的, 但是学僧们却不能严格要求自己, 有的好吃懒做, 有的贪图享受, 有的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 无奈之下吴德产师只得将他们召集起来, 希望可以度化他们, 吴德产师对学生们说,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如果听完之后你们依旧不能有所无, 就请离开, 有个人死后, 灵魂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刚一进门撕婚就问他, 你喜欢吃吗? 你喜欢玩吗? 你讨厌工作吗? 这个人说, 我喜欢吃喝玩乐, 不喜欢做任何事情, 撕婚说, 那好, 这里正是你最好的归宿, 这里有很多诱人的食物, 你可以随便吃喝, 也可以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睡觉, 不会有人打扰, 这里还有很丰富的娱乐活动, 让你尽情地欢乐, 听完撕婚的话, 这个人很高兴地留了下来, 很快三个月过去了, 这个人渐渐厌烦了这种生活, 跑去见撕婚央求道, 这种日子实在是太乏味了, 因为玩得太多, 我已经腻了, 对娱乐提不起任何兴趣, 由于吃得太饱, 我的身体不断发胖, 行动非常不方便, 由于睡的时间太长, 我的头脑已经变得很迟钝, 你能给我找一份工作吗? 撕婚笑了笑说, 实在很抱歉, 这里没有工作, 又过了三个月, 这个人实在忍受不了了, 又跑去找撕婚, 这种日子我实在受不了了, 如果再不能工作, 我宁愿下地狱, 撕婚哈哈大笑道, 这里本来就是地狱啊, 这里能让你失去理想, 失去创造力, 没有了前途, 没有了希望, 你的意志将会渐渐消沉, 人格也会渐渐腐化, 这种心灵的煎熬, 比上刀山下油锅的皮肉之苦, 不知要痛苦多少倍, 人生的意义不是享福, 而是经历实现梦想的过程, 经历通向幸福的过程, 所以有梦想, 有创造, 有挑战, 有目标的人生, 才是幸福的人生, 一切被烦恼锁扰, 被诱惑所蒙蔽的选择, 都是离自己越来越远的选择, 低调本来就是做人的一种智慧, 得意不张扬, 失意不自卑, 这样的心境能让人回归平静, 这样的做法也为今后任何的可能保留了几分余地, 阴光大师曾经教化弟子们说, 辱是何等根基, 而欲法显通耶, 其急切纷扰, 久责或置失心, 我曾以此警戒自己, 其低调, 其智慧, 其修佛之心可见一般, 众生处事张扬, 或者智慧受阻, 是因为他们太在意外界的看法, 执着于外相很难开悟, 难以开悟的人对于低调一词, 也只是表面的理解罢了, 白云禅师曾在方慧禅师的座下参禅, 学习了很久依然无法开悟, 方慧禅师也为他迟迟找不到入手处而着急, 有一天方慧禅师带着白云禅师, 来到了庙前的广场上闲谈, 方慧禅师问,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师父是怎么开悟的? 白云禅师回答, 我听说是因为有一天摔了个大跟头才突然开悟的, 方慧禅师听完以后, 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故意发出了几声冷笑, 转身扬长而去, 白云禅师愣在当场心想, 是不是我说的不对呢?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呢? 为什么大师会耻笑我呢? 从这以后, 白云禅师总是想方慧禅师的笑声, 几天下来根本没有心思吃饭, 就连睡梦中也常被方慧禅师的笑声吓醒, 终于他忍受不了内心的煎熬, 前往方丈的禅房请求大师明示, 方慧禅师听他诉说了几日来的苦恼后说, 你还记得在广场上表演把戏的小丑吗? 你比他差不了多少? 白云禅师听了大吃一惊, 连忙问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请师父指点, 方慧禅师说, 小丑使出浑身解数, 为的是博取观众的一笑, 你却害怕人笑, 我那天只不过冲着你笑一笑, 你就为此而不思, 凡是梦寐难安, 像你这么认真对外界的人, 连一个表演把戏的小丑都不如, 如何渗透无心无相的禅法呢? 你太执着于外界的假象, 从而生气得失心, 所以才会产生痛苦啊。 白云禅师一听, 立刻就大悟了, 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认识不够, 心中不能自主, 就会经常受外境的影响, 自己的喜乐优酷都被人左右, 便是失去了自己, 不要太注意别人对你的想法和看法, 你活着是为你自己, 把外界的印象看淡一些, 你会生活得更加轻松, 只有顺着自己的路向前走, 你才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说, 低调智慧才是由内而外的, 凡事只有真正从内心出发了, 你才能给自己留足了可以发挥的空间和可以回旋的余地, 禅心智慧本无字, 一切在于人的悟性, 要想事事动明, 就要培养悟性, 开悟心智, 我曾借古圣先贤的祭祀之礼来开示众生, 古时候古圣先王所有一切制度一归, 都是教化众生, 独礼记无礼中之祭礼, 明白规定祭祀祖先, 不是祖先不祭, 孔夫子说, 非其鬼不祭, 鬼是归去的意思, 至于祭天帝山川是天子诸侯的事, 非平民之事, 祭祖先时要阐明祖先过去在生时之德行教会, 使后人常常追念遵行, 这个祭祀属于教育, 仪式流传于后世只有形式而无真实内容, 常被人视为迷信, 佛门中祭鬼神之仪是很多, 其中有非常精彩的开示, 使民众都能明白, 释迦牟尼的弟子班特, 因天生愚钝, 一直没有开悟, 所以佛祖让五百罗汉轮流给他讲解禅礼, 可是几年下来, 班特仍然是不开悟, 佛祖知道后心生怜悯, 只好把他叫到面前, 一字一句地叫导他, 手口设一身莫犯, 如是行者的度势, 佛祖说, 禅本身不利文字, 全靠人去心领神会, 你要认真诵读这首截子, 天长日久一定会有所得, 于是班特反复思索这首截子, 终于有一天悟出了其中的禅礼, 有一次佛祖让班特去给僧尼说法, 那些僧尼早就对班特的愚笨有所耳闻, 所以想诚心刁难他, 班特对他们的举止充耳不闻, 很有礼貌的和长说, 我天生就很愚钝, 所以只在佛祖身边学到了一首截字而已, 现在讲给大家听, 刚说完僧尼们就开始哄笑, 班特并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不动声色地继续往下讲, 他说得头头是道, 而且讲出了很多的心意, 从一首普通的截字中悟出了无限深邃的禅礼, 僧尼们听得如痴如醉, 连连赞叹, 对他肃然起敬, 成道的因缘, 不在所学的多少, 而在于受用行持, 班特虽然天资愚笨, 但是一心向佛, 自然能够心领神会, 禅其实就是人的一种深层体会, 虽然无形的门不容易跨越, 但是跨越后的禅道却是真实不虚的动人世界, 所以学不再多, 跪在例行, 行为是由内心决定的, 心有所想, 必有所行动, 不管你多么用心隐藏自己的心计, 你的行为将把你的所想展示给众人, 五浊恶事寒热苦恼会相熏制, 不容一刻居住, 五浊恶事被原宏道居士一语道尽, 但这一切都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所想, 然后才以或污浊或怪异的现象呈现给众人, 我也曾点化在家之人万事要先想而后动, 这样才能寻得自己的真心计, 禅宗二祖会可出入佛门时为了表达决心, 挥刀断壁, 拜达摩为师, 一次他对达摩祖师说, 请你为我安心, 达摩祖师当即说, 简单把你的心给我, 惠客无奈地说, 弟子无法找到他, 达摩微笑着说, 那就对了, 如你能找到他, 那就不是你的心了, 我已经帮你安好心了, 你看到了吗? 惠客恍然大悟, 几十年后, 惠客终于大悟, 成了中国禅宗的第二组, 一天僧灿前去拜夜惠客问他说, 请师父帮弟子忏悔罪过, 二组惠客眼前突然出现了当年达摩启发自己的情景, 于是微笑着对僧灿说, 简单你把罪过拿来, 僧灿说道, 我找不到罪过, 惠客便点话他说, 现在我已经为你忏悔了, 你看到了吗? 僧灿恍然大悟, 又过了许多年, 一个小和尚向僧灿求教, 当时的僧灿已经是禅宗的三祖了, 小和尚问三祖, 如何才能解除束缚? 僧灿像慧可一样想到了当年自己被开悟的情景, 于是当即反问, 谁在束缚你呢? 小和尚说, 没有谁在束缚我, 僧灿微微一笑说道, 那你何必再求解脱呢? 小和尚豁然领悟, 他就是后来中国禅宗的第四祖道信,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罪心于功力, 便会被名将力所付诸, 如果一个人斤斤计较别人的褒贬毁欲, 必会患得患失, 贪欲争名夺利, 哪一个不是伴随着烦恼、焦虑、极度和猜疑, 遇到问题重要的是自我解脱, 而不是求人解脱, 平心静气就会心安, 就不会有恐惧和担心, 只有内心平静如水, 你才能直面一切战胜一切。 有听我讲佛的人曾问我如何消除恐惧, 我回答他, 心跳恶梦, 乃素是恶业所献之兆, 然陷阱虽有善恶, 转变在乎自己, 恶业献而专心念佛, 则恶因缘为善因缘, 心跳恶梦, 这些现象是过去恶业种子在梦中现行, 不必介意。 金刚经说, 凡所有象皆是虚妄, 梦中象是虚妄的, 跟前的森罗万象也不是真实的, 恐惧和不安总是由心而生, 那是因为人们太在意了, 人们太在意外在的东西就容易产生恐惧, 就容易被某个不好的念头纠缠。 从前有一位禅师门下有五百弟子, 其中一个弟子的名字叫恶者, 弟子觉得这个名字不好, 于是每天缠着师父给他改名字, 禅师被缠烦了, 于是随口应道, 你自己去外面找名字吧, 如果有重义的, 回来告诉我, 小和尚听了师父的话后, 高高兴兴地下山了, 小和尚走到第一个村落时, 恰巧碰到了一对送葬的人, 于是上前问道, 师主能否告诉我死者的名字啊? 一个送葬的人告诉他死者叫有命, 小和尚听了后不住地摇头, 自言自语道, 叫有命却没了命, 真是奇怪, 送葬之人听到小和尚的话后, 不禁笑着说,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跟生死有何干系? 你还是出家人了, 为何如此糊涂? 小和尚边走边想送葬之人的话, 不知不觉, 进了村庄, 在经过一户富有人家时, 他看到主人正在用鞭子抄打一个女仆, 于是上前去解劝, 主人说女仆借他家的钱没还, 所以该打不用解劝, 小和尚看女仆可怜, 于是附身问道, 施主叫什么名字啊? 女仆怯声声地回答, 宝玉, 小和尚觉得莫名其妙说, 你叫宝玉却没有钱还债, 在这里挨打, 女仆哭着说, 名字只是父母给的符号, 并不代表什么, 跟我的财富更是没有关系, 小和尚似有所悟, 于是打算回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 他遇到了一个迷路的老者, 于是好心为对方指明了方向, 在临别前, 他问老者, 老施主你叫什么名字啊? 老人回答道, 指南, 小和尚摸着头说道, 叫有命的没了命, 叫宝玉的却没有钱, 叫指南的不认识路, 难道名字真的只是一个符号? 老人听到他的自言自语后说, 小师父说得对,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不必太在意, 这一趟下山让小和尚放弃了自己对名字的执着, 于是回到寺院后告诉师父不再改名字了,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对你的人生没有丝毫的意义, 身边的人能不能够认可你, 不在于这些毫无意义的外在, 而在于你自身的能力和品质, 多一份能力和品质, 你就多一份从容, 人就像是一台有很多频道的电视机, 我们调到佛的频道, 我们就是佛, 调到痛苦的频道, 我们就是痛苦, 调到微笑的频道, 我们就是微笑, 那颗纯正的心, 有着一份坚定, 也有着一种举重若轻的大气, 于是他在微笑中修成正果, 我对于因果的见解颇深, 我曾给我的善友们讲过由于开悟, 而最终修得正果的一个修行故事, 世尊的弟子中有一位明周立秦陀家者, 根基很顿, 其兄叫他读诵上相杰子, 经过三个月之久都背诵不出来, 认为不可造就令其回家, 他哭泣不肯去, 世尊见到教他两句节, 后来他正得罗汉, 大开元解便才无碍, 世尊说周立秦陀家前生是一位 三藏法师, 会讲经说法, 但是吝法, 教人总要留一手, 所以今生得于吃报, 世尊教他时, 教了上一句, 下一句又忘了, 教了下一句, 上一句又忘了, 以周尊者之盾才尚能正道罗汉, 我们比他总好一点, 若今生不能成就, 无奈太自弃了, 对于世人来说, 相信因果并非消极任命, 而是在确定了目标后, 将目标当成一粒种子, 想要让他生根发芽, 就要给他施肥浇水, 有耕种必有收获, 有付出必有回报, 从佛学上来说, 法是无影无形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想要求得真法, 只需潜心修行便是真正的付出, 唐朝明相裴修, 是一位学禅的居士, 他曾将自己参禅的心得记录下来, 并编印成册, 有一次他将自己的书籍呈送给黄薄禅师, 希望能得到黄薄禅师的指点, 黄薄禅师接过之后, 随手往桌上一扔, 许久之后才问裴修, 你能够懂我的意思吗? 裴修诚实地回答, 我不懂大师的意思, 黄薄禅师便开始道, 禅师教外别传, 不设文字的, 你把佛法真理写在这个上面, 是扼杀了佛法的真谛, 也失去了悟道的真意, 所以我才不看, 裴修听了以后, 对禅更加弃辱, 对黄薄禅师也更加敬重, 并作诵赞约, 自从大事传心印, 额有圆珠七尺深, 挂西十年七属水, 福杯今日渡张宾, 八千龙巷随高步, 万里香花结圣阴, 你遇使师为弟子, 不知将法是何人, 黄薄禅师看了以后, 并没有任何的评论之意, 直到, 心如大海无边际, 口吐红莲养病身, 自有一双无视手, 不曾指依等闲人, 真正的佛法需要潜心修行, 认真领悟, 不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文字, 就可以诠释出来的, 有因必有果, 有怎样的付出, 必有怎样的收获, 如果苦修善学, 愚钝之人也能成正果, 如果只想诠释禅佛, 必然无法到达真境界, 易动则心动, 念由心生, 心念平和才能智慧过人, 假如为外物所扰, 笑容就会在你杂念顿起的时候离你远去, 我一直教化世人要心念平和, 不张扬, 不外显, 即发心学道, 如道业有成, 只可自己知道, 不必向人家说, 说了他未必信, 反而生悔谤, 端坐正思维, 这句话不能看呆, 六祖大师在谈经中讲, 坐禅并不是打坐, 坐视不动, 心不动叫坐, 对五于六臣不动心未至坐, 禅室不住相, 外不住相日禅, 内不动心日坐, 食物禅师在外云游说法时, 碰到了一位青年男子, 畅谈之下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两人一同投诉到一家旅店, 半夜禅师听见有人在他的屋子里 捏手捏脚地走动, 于是问, 天亮了吗? 一个青年达到, 还没有, 禅师再次开口问道, 你到底是谁? 对方回答, 小偷, 食物禅师道, 你原来是一个小偷, 这是第几次了, 对方回答, 数不清了, 食物禅师问道, 每偷一次, 你会快乐多久, 那要看偷到的东西的价值了, 对方回答, 食物禅师又问道, 那你的快乐能够持续多久呢? 对方回答, 几天而已, 过后仍旧是不快乐, 食物禅师说, 原来只是一个属贼, 为什么不做一次大的呢? 对方问, 原来我们是同道中人, 你一共做了多少次啊? 食物禅师回答, 只有一次而已, 但让我终生受用了, 对方急忙问, 在哪里偷的? 能告诉我吗? 禅师突然抓住这个青年的胸口问道, 这个你懂吗? 这个是无穷无尽的宝藏, 如果你将自己的一生 都奉献给他, 毕生受用不尽, 易于惊醒梦中人, 青年从此改邪归正, 并且拜食物禅师为师, 后来成为了有名的禅者, 很多人就像是 故事里的青年一样, 自身筑藏着 无权无尽的宝藏却不知道, 长阴图一时之快, 新年意气便误入歧途, 忘失本性的人 又怎么能够得到永远的快乐呢? 又怎么能有真正的收获呢? 大师教化, 真正修行的人 最要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是否与佛的教会相应, 少批评人, 少说事非常短, 身口一三叶, 口叶罪一犯, 往往障碍了自己与大众的修学, 少发议论, 心中自然清净慈悲, 无知及古人所讲的大智若愈, 心中有真实的智慧, 在修持方面, 永远精进不退, 懈怠堕落就都能离开。